在体育竞技赛场上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转国籍的运动员,至于运动员为什么会转国籍,其中的原因很多,像现在日本乒乓球小将长本志和全家之前就是中国籍的,后面改为日本籍,而且在多次面对国拼时都称要击败中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,那些坚持着自己国家国籍的运动员也显得更加的珍贵。 16岁的黎腾龙是中越混血儿,年轻轻轻就展示出了过人的足球天赋,堪称足球天才,他在俄罗斯踢足球超过了10年,但仍拒绝加路俄级,坚持自己中国人的身份。 黎腾龙的父亲是越南人,母亲是中国人,他在俄罗斯长大,足球天赋十分出众,6岁开始踢足球,并且效力于俄超豪门中央陆军队,并且在球队踢了10年球。 期间,黎腾龙面临着三次加入俄罗斯国际的机会,但是他全部都放弃了,为了能够以中国人的身份在俄超踢球,父母还打了半年多的官司,才帮助他继续能留在中央陆军队踢球。 10年的时间里,发生了很多事情,足球世界杯也将在2018年的俄罗斯巨星。 从6岁到16岁,黎腾龙多次赢得各种赛事的冠军以及金靴,还曾在意大利击败过豪门尤文图斯,这样的种种变现引起了俄罗斯青年队的注意。 俄罗斯有14国少队就向他发出不邀请,但最后他都拒绝了,因为他想要当中国人,不想入俄罗斯籍。 对于黎腾龙来说,他现在的理想就是加入中国青少年,踢队踢球,并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够代表中国足球,踢世界杯。 黎腾龙的母亲也很是支持儿子的决定,因为自己是中国人,他希望儿子也是中国人,他的血脉注定他是中国人。 即使他加入俄罗斯国籍,在俄超比赛或是代表俄罗斯参赛,俄罗斯人看到他忍会说,你看那中国人。 既然如此,我们为什么不坚持中国人的身份,直接等待着机会为国效力呢?